你是不是有Lightlight停止營運之後 再也不能做到一號雙機 Light的分身雙開的方式 而感到困擾呢 其實在Light的官方版裡面 他們也有提供 讓你能夠一號多機雙開的方法 那今天就是我要跟你們介紹 如何透過這個方法 讓Light的帳號可以做到一號多機的雙開 首先你必須先要有 一個手機 這個手機它必須當作你的主帳號使用 那接下來你可以創造出三個分身 第一個分身是使用iPad 第二個分身是使用你的電腦版 那在第三個分身呢 也就是使用目前最時下流行的Apple Watch 也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達到一機四開的方法 好 那究竟要怎麼去操作呢 非常的簡單 我們在這邊我會用iPad的方式來去做一個示範 其他兩個方式都是透過一樣的方法去做使用 那我們要打開你的 Angel的Light或者是你的iPhone的Light都可以 因為這個是你的主帳號 那透過主帳號呢 我們接下來就透過用iPad的方式 那你要記得在使用iPad的時候 你要點選最下方這個地方 叫做使用其他方式的登錄 點選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Light顯示出一個QR Code 在中間這個地方 那這時候我們再拿出我們的iPhone 或者是你的N9都可以 然後到你的小人頭這邊 加好友這個地方 點選進去 接著呢 使用中間這個選項 行動條碼這個打開下去 然後去掃描你的iPad上面的QR Code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透過這個方式登錄 這樣就創造了你的iPad的分身 關於電腦版跟Apple Watch呢 都是一樣的方式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完成一號雙開Light分身 透過像這樣的方式 你就請可以取代你原本的Lightlight的 一號多機的雙開Light 我們有可能會覺得說 帶著iPad會很麻煩 其實現在已經有命力配的傳聲了 其實你出門的話 你帶一支MiniPay出去會更容易更輕鬆 如果你單純只是想要針對 要有Light的分身帳號在外使用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去買MiniiPad的LTE版 然後去買它的二手就可以了 我觀察了一下 目前市場價格的二手價 大概會落在8000到1萬這個區間 這樣的方式其實就可以省下蠻多 如果你本身其實對iPad的使用上 就還有蠻大的需求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你直接就買最新版本就好了 因為最新版本的MiniiPad 讓你不單純只是可以讓你擁有 就是Light的分身之外 它還有很多功能 是可以創造在你的 作為你的生產工具 所以我個人會蠻推薦你買最新版的MiniiPad 未來如果我有機會再找到 就是關於N9版的 一樣可以做到一號雙開Light功能的APP 我會再把這樣的資訊告訴你們 那今天影片就介紹這邊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告訴我好嗎 我是蔡少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